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永元说 他连月来已收到诸多死亡威胁 其中有近十宗他已报案 我已经将材料备份藏于多处 如果出意外 会有人告知媒体收藏位置 我是不会自杀的 有媒体称 崔永元所指的报丝绸对象 就是导演冯小刚 作家兼编剧刘振云和明星范冰冰 以及华谊兄弟影视公司 范冰冰的男友李晨虽有出席活动 但从头到尾仍晋升 在23日中秋节前夕更传出 他删光所有2018年与范冰冰晒恩爱的微博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但今网友查证后 发现2月情人节 5月上传女友出席活动的照片 都还在页面上 才证实这是不实传言 但微博博主娱乐圈吃瓜鹅 却挖出李晨以往黑历史 像是他曾透露儿时为安慰重病的妈妈 特意找了三块小石头 耐心磨成两大一小的心形 象征和爸爸妈妈三人永远在一起 但遭已指示她的把妹招数 并用同一招对待每一任女友 原来李晨分别与女模迪丽纳尔 女星张新宇交往时 两人也都po出心形时 迪丽纳尔和李晨分手后 有次看到张新宇晒照放闪 更抛文暗呛 你是批发了一堆吗 传言李晨看到便求他删微博 迪丽纳尔删文后还曾骂李晨虚伪负心汉 但事后就清空微博 并不再聊到有关李晨的事 另外李晨过去的好友印小天 曾被女演员边潇潇指控时报 而李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炮轰好兄弟 并要求印小天公开道歉 后来现场影片曝光 证实边潇潇说谎 印小天被诬陷 李晨便被网友算是插刀叫护法 而此旧文被重提起 范冰冰当时还跳出来护航李晨 但如今范冰冰出事 李晨却没有任何表示 难怪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早些时候 知情者对明镜电视表示 范冰冰现在还没有被抓 只是居住在特定地点交代问题 但已经失去人身自由 不过她的经纪人穆小光已经被抓 还有媒体称 范冰冰目前被关押在北京昌平某间宾馆 而不久前传该专案组成员 已启程赴美国调查范冰冰团队的账目 还有香港媒体指出 北京当局已经成立了调查范冰冰的专案组 前往美国 准备清算范冰冰团队的所有账目 该报道指出 这次风波恐怕牵涉进来的 不仅仅只是范冰冰一个人 甚至牵涉人员级别之高 金额之大 超乎外界想象 来形容此次风暴波及之身 报道同时指出 范冰冰经纪人沐小光也被关押 即与两宗案件有关要接受调查 9月22日 证券时报发布消息说 江苏省税务局近日回应有关 影视从业人员涉税问题的案件时 称县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 以最终公告为准 以上报道虽然未提及范冰冰的名字 但被认为就是指范冰冰 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在江苏无锡 江苏官方的上述表态 被认为是对范冰冰案件的最新回应 这家有官方背景的证券日报 曾经在9月6日披露 范冰冰已被当局控制并接受调查 报道指她不仅涉嫌阴阳合同 还涉嫌参与有关银行违规放贷 及腐败案件 但该文发表数小时后就被删除 苹果日报9月17日 曾就范冰冰涉嫌逃税一事报道称 她在接受中国当局的调查后 回到自己家中 折据不出 范冰冰在当局的最终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不能发布任何消息 也禁止与外部进行接触 相关调查结果计划于本月底发布 5月底 崔永元指控说范冰冰只在片场演出4天 共拿走片酬6000万 但她明面合约定的片酬仅为1000万 6月3日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称 已介入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 并责承江苏等地税务机关开展调查核实 当天 江苏无锡市宾湖区地税局就表示 已经介入调查取证 范冰冰工作室就在无锡 随后 范冰冰就从公众事件中消失 不但她本人几个月以来未露面 而且她此前频繁更新的微博 自6月2日以来也一直未更新 软禁入狱避走美国等消息得不到证实 当事人或有关当局都没有正式回应事件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